我和阿賢都要來向神獻上感恩 昨天也分享過 我也要再分享 就是神在我的生命中 很早前放了一個夢想給我 就是要成為一個心理學家 但是我一直工作、照顧家庭 甚至有段時間生命很懶惰 覺得服侍只是做一些 自己喜歡做的事就好了 所以我就把這個夢想放下 但是很感恩神在這幾年中 不斷擴張我 特別在近一年 神經常跟我說要擴張我的境界 擴張我的生命 要使用我更多的去祝福其他人 所以神感動我 要突破現在的舒適洞 我要試一件新的東西給神使用 所以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我就報名幾間大學的 教育心理學、碩士的課程 但是在報的過程很不容易 有很多面試、很多文件要交 找推薦人 而且我經常對自己的學習 是沒有信心的 覺得這些學校都不會選我 雖然神一次一次 給我很多的印證 神會預備一間學校讓我去讀書 但我還是沒有信心 但結果在這四十天的禁食當中 我好心地去經歷神 有一次當我討估的時候 神叫我重看六一一的 以詩貼故事的繪本 當我去看的時候 神告訴我 神就好像使用我 當年又好像使用以詩貼一樣 使用我去祝福其他人的生命 而且當我打開這本繪本的時候 第一版就是張穆斯思姆的分享 他說教育對人很重要 對家庭很重要 我就知道神親自跟我說話 結果在四十天禁食的尾二那一天 有好消息來了 在當天的九點 港大教育心理系的教授 還親自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要取錄我 接下來我會兩年 做一個全職的學生 很感恩 其實我追求夢想 不僅是神激勵我 也是我看到我老公的榜樣 當我看到他 都突破自己的界限 突破自己的軟弱 要他努力的時候 都很大去激勵我的生命 不可以枉過 我要為神去做更多的夢 還有我很感恩 阿賢很支持我 接下來兩年 我會失去工作 我有很多新的挑戰 但是感恩給我有很好的丈夫 你經常都支持我 讓我去行神秘我的夢想 所以我要恨神大大感恩 我是阿賢 我的工作很受疫情影響 所以我現在在停工裡面 但是很感恩在過去第五波 這個疫情裡面 雖然我公司停工了 但是我在家裡都覺得很愉快 每天都跟家人在家裡相處 甚至乎我太太這段時間 就喜歡了我的興趣就是健身 我們每天一起在家裡鍛鍊健身 我們就過了一個很舒服 很快樂的一個疫情的假期 在過去40天的禁食裡面 我們每天都祈禱 每天都很愉返度過 我們最後這段時間 我們有好消息 就是我公司將會在五月頭 全面復工 停工了130天之後 再全面復工 很感謝神在疫症裡面 讓我沒有害怕 甚至乎覺得疫症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鍛鍊 很感謝神給我這個疫症鍛鍊 讓我更加有勇氣 去面對日後的風浪 寶貝 來,看這些,感謝神 大家好,我是Michelle 過去有很多年 在職場上我也很艱難 跟上司之間的關係都比較緊張 變成了很多年 我都覺得自己不適合做我的工作 好像做得不好 亦都在人工方面 我試過在四年裏面 只加了7%左右 但是去年我開始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討告 靠神讓我有一份好的工作 我可以跟上司有好的關係 亦都希望我可以很喜歡這份工作 和覺得自己做得好 在祈禱的期間 我可能會有時會去到一個地方 去到好像為爺利哥城 祈禱七次 圍著七次祈禱 亦都宣告神是會將最好的給我 還有我相信神是好神 我相信我一定會有份好的工作 然後期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都覺得很辛苦 因為好像還沒有一份好的工作 但是到最後突然之間 有一份我以為未必是這麼好的工作 但是我都接受了提供的項目 進去後發現 這是我超乎我所想所求的工作 就是神業很好 無論是老闆或是同事 所有事情都很好 上個星期 老闆和我做執照的時候 他還主動問我 你想要加多少薪金 我其實很隨便地提供了數 他有幾秒後就說可以的 是超過我這麼多年來的幸福 總之十幾% 我覺得是很驚訝 覺得神是很祝福我 所以很感謝神 我真的知道神是真的 神是很好的 謝謝,感謝主 好,感謝主 在這40天禁食中 我們家裡也有很大的經歷 就是如果… 這是你自己說的 認識他的人 也知道他是一個… 是,我是阿成 我是一個很害怕青的人 而且我很不喜歡改變的人 其實這次在疫情中 我的事業 我的零售業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重創 很感謝主 在我這二十多年的零售業裡面 神讓我剛剛好 現在這段時間可以懸弱 我不需要再走進去這個零售業 因為在我的商場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很感謝主 真的剛剛好 現在我就下個月 我就可以懸弱了 我是不需要再去面對這個… 我很聽牧師和師母的… 即是我熟練爸爸媽媽的 很感謝主 因為有他們兩個 因為他們就不停地哄我 不停地撞我 那我就有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很不喜歡改變的人 而且我很害怕面對陌生的事 我現在就在中上環這邊 在找我新的事業 在這段時間 我一個熟練爸爸媽媽 都經常陪我去看店去找 讓我好像有很大的 很新的挑戰 讓我可以真的放下 二十多年前的事業 我很感謝主 我幫他補充一下 因為他真的很害怕聽 但這次要去轉變 他是沒有害怕的 他是很積極的 而且他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就著禁食的時候 他主動自己說 我要走土 我要為了這塊地域 我去做… 真是圍繞耶利哥城的走土 很主動的 就是禁食那頓 他就下去走土 他就去積極尋求 他不是說… 大哥只以為他開過另一間店 其實他是轉行 他簡直放下 做了二十多年的精品文具 他真的轉到另一個行業 但他的積極是讓我覺得 神真是神職 他是自己找套 自己… 不是,爆了你會做甚麼 自己寫新菜單 自己去試菜 自己去找公認相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的老公很好 很漂亮 他的積極是讓我差異的 因為我們知道神做土 感謝主 謝謝主 最後是阿媛 感謝主,我是阿媛 這幾年的工作越來越辛苦 但神也繼續保守 我三年內都獲得最高的表演 亦獲得很高的優惠 感謝主 對,一起吃飯 其實我們說了很久 我們說了一起吃飯 說了兩年都沒吃到那一頓飯 感謝贊主 祝福神 很開心聽到大家不同的見證 很高興聽到你的証書 我想請阿Dino牧師來跟我們分享 Pasadino會跟我們分享 我們用掌聲鼓勵 對 我們來給他一手 感謝主 謝謝,神 真是很興奮見到大家 So excited to see you 終於在港台看上去 不是三個黑色的機器 But Nona is not just three black machines 可以見到大家真是很開心 So happy to see you 亦都聽到大家剛才的感恩分享 亦都很開心 I'm very happy to see your sharing of Thanksgiving 其實如果你認識阿賢 你會發覺 其實這兩年內他改變很大 他成長很多 If you know Joseph you know that he has changed a lot 我還記得第一次 當疫情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知道要停工的時候 當時在我家裡 他立刻哭了出來 And during the first wave of pandemic He actually cried in my home 他很擔心 留下藍而淚 他說我的事業沒有了 He was so worried Thinking that his career would come to an end 當時他說我的公司沒有了 He said, my company is over How can I find another job now? I'm so old But did you hear what he said earlier? But did you hear what he said earlier? 繼續兩年讀書 Even though he had a great shaking Financially But he decided to support his wife to go to study 品師妹,你看到什麼? So what do you see? 我在他身上看到天國 I see the heavenly kingdom 在他的心裡 有一個不能震動的天國在裡面 There's an unshakable kingdom in his heart 所以他整個人都改變了 So his whole person has changed 他不再懼怕 他不再擔憂 He's no longer afraid or worried 甚至有困難來到的時候 他仍然的平安 還要是非常喜樂地去面對 And he has peace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And he's facing it joyfully 不知不覺憂慮在他的生命裡面 已經接不到任何位置了 So worry has left him 第一師妹,我很想告訴你 這個就是天國的能力 And this is the power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而今天我們要在馬可福音的第九章裡面 從一件事情裡面 更深入地去思想天國的這個課題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Mark chapter 9 and to think more deeply about the heavenly kingdom 為什麼我會選馬可福音第九章這一件事呢? Why would I choose Mark chapter 9? 因為這件事發生的時間性很有代表 Because the timing that this incident happened is very representative 而這件事也都很能夠讓我們去明白 去思想什麼是天國 And this incident can really help us to understand what is the heavenly kingdom 天國跟我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我們又應該怎樣跟天國互動呢? And 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avenly kingdom and us? How can we interact with it? 所以首先我要將這一張的聖經的背景 讓大家知道先 So I want to give you the background of this chapter 這件事件其實是發生在耶穌出來傳道的 已經是後半段的時間裡面 This incident happened in the later half of Jesus' ministry 在這件事件發生之前 耶穌走了很多的神跡 Before this happened Jesus performed a lot of miracles 包括平靜風浪 包括醫治這個格拉森人 And healing the gathering 讓五千人吃飽 Feeding 5,000 然後又讓四千人吃飽 And feeding 4,000 來到第八章的時候 So coming up to chapter 8 彼得就憑信心認出 他說耶穌你就是我們要盼望要等待的基督 Peter proclaimed by faith That you are the Messiah that we have been waiting for 然後去到第九章的時候 記載就是耶穌在門徒的面前 登山變像 And in chapter 9 It's recorded that Jesus was transfigured In front of the eyes of the disciples 耶穌在眾門徒的面前 顯出天國的榮耀 So he revealed the glory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Before his disciples 其實來到這個時候 天國已經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大了 So coming to this point The heavenly kingdom has been revealed very clearly And it's grown bigger 在這麼榮耀的登山變像的經歷之後 耶穌就帶著幾個門徒下山 After the glorious transfiguration Jesus took his disciples down the hill 耶穌落山 就是打算要跟其他的門徒會合 And he wanted to meet up with other disciples And he found out a strange phenomenon And then he discovered a strange phenomenon 就是他的門徒被眾多人圍繞著 That his disciples were surrounded by a lot of people 而且他們似乎當中有一些辯論 而且這個辯論是跟文士之間來產生的 And they were disputing with the scribes 這個就是今天這個故事發生的時候的背景 So that was the background of this story 我們今天就要在這個故事裡面 來到思想 來到瞭解 什麼是天國 So today from this story We are going to find out What is the heavenly kingdom 所以我今天給的提報 就是叫做 信心見天國 So the sermon title I have for today is Faith Sees the heavenly kingdom 然後我們一起看第一個大點 就是天國 不信者得不著 Let's look at the first main point Have any kingdom unbelievers can't receive? 我們一起來到這個聖經的 這個馬學福音的第九章 14到22節 Let's read Mark chapter 9 verse 14 to 22 耶穌到你門徒那裡看見有許多人圍著他們 又有文士和他們辯論 眾人一見耶穌就甚稀奇 就跑上去問他的案 耶穌問他們說 你們和他們辯論的是什麼 眾人中間有一個人回答說 夫子我帶了我的兒子到你這里來 他被雅巴鬼扶著 無論在那裡鬼捉弄他 把他摔倒 他口中流沒咬牙切齒 身體枯乾 我請過你的門徒把鬼趕出去 他們卻是不能 耶穌說 愛不信的世代 我在你們這里要到什麼時候 我忍來你們要到什麼時候 把他帶到我這里來吧 他們就帶了他來 他一見耶穌 詭辯叫他重重的秋風 倒在地上回來覆去 口中流沒 耶穌問他父親說 他得這病有多少日子 回答說從小的時候 鬼女像把他摔在火裡 水裡要滅他 你若能作什麼 求你憐憫我們 幫助我們 我們先一起來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Jesus brought with him a few disciples to come down the hill 然後他就見到很多人圍著他的門徒 And then he saw a lot of people surrounding his disciples 他的門徒還跟一群民事在爭論 And they were disputing with the scribes 在辯論 Debating 其實這個畫面讓耶穌覺得很稀奇 And Jesus was puzzled 而當時耶穌就走過去 想問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When he wanted to ask what has happened 眾人見到耶穌來 他們又很稀奇 所以一勇就來圍著耶穌了 And the people were also surprised So they all came to surround Jesus 他們來圍著耶穌 就是很想找到這個 他們所辯論的答案 耶穌會怎樣說 And they surrounded Jesus wondering how would Jesus answer them 所以在十六字記載 耶穌就問他們說 你們和他們辯論的是什麼 And so he asked the scribes What are you discussing with them? 眾人中間有一個人回答 夫子,我帶了我的兒子到你這女來 他被雅巴鬼附著 無論在哪一女鬼捉弄他把他縮倒 他就口中流沒 咬牙切齒,身體枯乾 我請過你的門徒把鬼趕出去 他們卻是不能 Then one of the crowd answered and said Teacher, I brought you my son who has a mute spirit And whenever he sees him, he throws him down He foams at the mouth, glances his teeth and becomes rigid So I spoke to your disciples that they should cast it out But they could not 原來他們所辯論的問題 就是這個孩子 他是被雅巴鬼附著了 So they were disputing about the problem that the child was processed by the milk spirit 這隻狗非常兇猛 And this evil spirit was very fierce 常常把這個孩子摔下他,讓他又流了口水,又咬牙刺刺,身體枯乾 It always threw the child down, so that he foamed at his mouth and glances his teeth He even became rigid in his body 好像看恐怖片一樣 Just like a horror movie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這位爸爸請過耶穌的門徒去把這個鬼趕出去,但門徒趕不出了 And the greatest problem was that the father of this child asked the disciples to cast his spirit away, but they couldn't do that 耶穌聽到這裏就知道他們所辯論的到底是什麼 And so Jesus knew what they were disputing about 但是耶穌的反應很特別 And his response was very special He shook his head and answered him and said,Oh, faithless generation, how long shall I be with you? How long shall I bear with you? Bring him to me 耶穌這個舉動其實顯明了他們正在辯論的其實是一個信心的問題 So Jesus' answer showed that they were debating actually about a problem about faith 可能你會問,為何是信心的問題呢? Why? You may ask why is that a problem of faith? 因為其實孩子的父親說得很明白 孩子是被雅巴鬼附著 And the father of the child said clearly that the child was processed by a mute spirit 其實這個就是他們在爭論、見論的問題的核心 And that was the core issue that they were disputing about We have to know that the Pharisees and the scribes, they had deliverance ministry at that time too When they cast out the evil spirits, they were asked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evil spirit And using the authority at the servant of God, they would command the evil spirit to leave by calling his name But when they face a mute spirit, they could not do anything about it 因為雅巴鬼是不會說話的 Because the mute spirit couldn't speak 他們是不會將他們叫什麼名字來告訴這些趕鬼的法力塞人和文士知道的 The mute spirit would not tell its name to the scribes of the Pharisees 而且當它顯現出來的時候,又吐吐、又抽搐 所以眾人根本沒有辦法去判斷究竟是什麼邪靈在彰顯 And when the evil spirit manifested, it was vomiting and convulsing So no one could discern which spirit that was 然後又叫不出這個鬼的名字,那怎麼趕它走呢 They couldn't call out its name, so they couldn't cast it away So the scribes and the Pharisees, they believed in one thing Only the messiah, the savior could cast out the mute spirit So casting out the mute spirit becomes a sign of the messiah 講出雅巴鬼就是彌彩一個標誌性的神蹟之一 And casting out the mute spirit would be one of the miracles that the messiah could do 還有另外一些標誌性神蹟,有機會再告訴大家 There are the slight miracles for the messiah, I can share with you later 所以從這一點,我們就知道原來他們圍在一起的時候,到底在辯論什麼呢 But from this point, we know that when they gathered together, what were they actually disputing about 他們很可能在辯論,究竟耶穌有沒有權柄可以叫這個雅巴鬼出去呢 Likely they were debating if Jesus would have the authority to cast out the mute spirit 特別是當耶穌的門徒,他們都沒辦法將這個鬼趕出去的時候 他們就在爭論,那麼他們的師父,耶穌,行不行呢 And especially when the disciples couldn't cast it out, they must be disputing Could Jesus, the master, cast out the spirit 所以他們之間就起了一個爭論 So they had this dispute 到底耶穌是不是可以趕出這個雅巴鬼呢 Can Jesus really cast out this mute spirit 其實這個問題背後就是說,到底耶穌是不是傳說中要來的那位尼賽亞呢 Actually the question behind was that, is Jesus the messiah that was prophesied about 所以這個的確是一個信心的問題 So that was a question of faith 他們在耶穌到底是不是尼賽亞的這件事情上面,信心搖擺不定 And the faith wavered about if Jesus was really the messiah 所以耶穌才會嘆息說,哎呀,這個不信的世代啊 And that was why Jesus signed and said, oh, faithless generation 耶穌說,我在你們當中要到幾時呢?我要忍耐你們到幾時呢? Jesus said, how long shall I be with you? How long shall I bear with you? 其實在這個時候,這些人已經親眼見過耶穌用五餅二魚餵跑五千人 By that time, the people had seen how Jesus fed the 5,000 people 他們又經歷過另外一次,耶穌用幾塊餅幾條魚餵跑四千人 And they also had experienced another time that Jesus used a few fishes and loaves of bread And he fed 4,000 people 而這群民事圍繞著的門徒,他們更加見過耶穌平靜風浪 And the disciples, they also witnessed how Jesus calmed the storm 甚至他們親眼見過耶穌將橄欖深人身上幾千隻邪靈趕出去 And they also witnessed how Jesus cast out a few thousands of evil spirits From the man of Galatine 但是到了今天,他們面對這個孩子身上的雅巴鬼的時候 他們竟然在辯論到底耶穌有沒有能力,有沒有權兵 將這個鬼趕出去 But at this time, when they were facing this child They were debating if Jesus can have this ability to cast out the mute spirit 大家正在討論究竟耶穌是不是在聖經中所預言將要來的那一位呢 They were discussing if Jesus is the one who was prophesied in the Bible that he would come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know that Jesus is the Messiah The Messiah has come, so the heavenly kingdom is near Actually, the signs and wonders have proved that Jesus is the Messiah But men are very slow to believe 連門徒都在這件事情上鬥犬一時後覺得是,一時後覺得是不是呢 Even the disciples were skeptical about it 所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耶穌蓋探這個不信的世代 之後他就叫他們將孩子帶到自己的面前 So Jesus called this faithless generation And then He asked the child to be brought to Him 當然耶穌這個舉動的目的就是要再一次讓世人看見他就是那位要來的理財 Of course, the aim of this action is that Jesus wanted to show everyone that He is the Messiah 耶穌要讓他們再一次看見神的權能,看見天國已經臨到 Jesus wanted them to see that God's power and kingdom has come 耶穌要讓他們知道天國的權兵已經通行於世間 And He wanted them to see that the authority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can be exercised on earth 但是這件事件中非常之矛盾 But what is contradicting about this? 就是這些跟著耶穌的人,他們的信心在動搖動搖 但是鬼很清楚 But is that the evil spirits actually knew that the faith of the disciples were wavering 人在搖擺不定 When men were wavering 但是當這個孩子一來到耶穌面前的時候 那隻鬼馬上就作出回應 But when a child came to Jesus The evil spirit responded immediately 他馬上就將犬又抽筋又咬在地上 回來敲去,滾來滾去 It manifested and it convulsed on the ground 恐怖片再一次上映 The horror movie came again 耶穌是救主 And Jesus is the savior 耶穌已經來了 表示天國已經臨到 Jesus is here which means the heavenly kingdom is here 但是原來天國來了 我們一樣可以跟天國無緣 跟天國只是擦身而過 But actually even though the heavenly kingdom is here We can miss it and let it pass by us 文士看到天國這樣彰顯出來的時候 但他們又觀察又辯論 The scribes saw the heavenly kingdom being manifested But then they were still disputing 他們觀察他們辯論 但他們沒有用信心相信 這個的耶穌就是利塞亞 They just observed and debated But they didn't believe by faith That Jesus is the Messiah 雖然他們看見了神跡 但他們只能夠站在天國的門口裡面 成為了旁觀者 So even though they saw the miracles They could only be the bystander In front of the door of heaven 弟姐妹,但我們今天要問的就是 我們對耶穌的信心又在哪裡呢 So today we need to ask Where is our faith for Jesus? 有人相信耶穌 但是他所相信的耶穌 只是停留於認為耶穌是一個偉人 Some people believe in Jesus But only believing that He is a great person 有人認為耶穌是一個聖人 是一位偉大的拉比 Other people think that Jesus is a holy man Or a great rabbi 這個信心跟文士的信心一樣 這樣的人跟天國都是無分 So this is the same faith like the scribe This person has no part to do with the kingdom 有人相信耶穌是眾多神當中的一位 And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Jesus is one of the gods 但他沒有以耶穌為自己的救主 But they do not treat Jesus as their own savior 同樣這樣的信心 亦都沒有辦法讓我們經歷進入天國 And this faith cannot help us to experience Or enter into the heavenly kingdom 但耶穌確實實就是那位的理財 But Jesus is surely the Messiah 所以孩子身上的鬼 一看到耶穌就馬上有反應 So the evil spirit on the child Manifested when he encountered Jesus 因為耶穌帶著天國臨到 Because Jesus came with the heavenly kingdom 整個靈界就被震動 And the whole spiritual world was shaken 天國就是尼塞亞的角度 Heavenny kingdom is the kingdom of the Messiah 而信心就是這個進入天國的鑰匙 And faith is the key to enter into the heavenly kingdom 每一個信耶穌就是尼塞亞 信耶穌就是我們救主的人 都可以進入天國的裡面 Everyone who believes that Jesus is a Messiah I can enter into the kingdom 所以弟姐妹今天我們都要信 而是我們是要相信耶穌是我們個人的救主 So today we must also believe that Jesus is our personal savior He就是那位要來到這個世上帶來拯救的那位 He is the one who has come to this world to bring salvation 只有這樣的信心可以將我們帶進天國的裡面 Only this kind of faith can bring us into the heavenly kingdom 當然你也會問 天國究竟有多麼厲害 為何我們一定要進入這個天國 You may wonder or ask How powerful is this heavenly kingdom? Why must we enter into it? 我們來看今天的第二個大點 天國,信者凡事都能 Let's look at the second point Heavenny kingdom, believers can do all things 我們一起讀九章第23到27節 Let's read chapter 9, verse 23 to 27 耶穌對他說 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親立時哭著說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 耶穌看眾人都跑上來 就斥責那烏鬼說 你者龍雅的鬼 我吩咐你從他裡頭出來 再不要進去 那鬼哭叫 使孩子大大的秋了一陣風 就出來了 孩子好將死了一般 以致眾人多半說 他是死了 但耶穌拉著他的手 扶他起來,他就站起來了 在這段時間的記載中 我們看到孩子的父親 最好向耶穌發出一個請求 在這錄像中 我們可以看到 那孩子的父親 請求耶穌為一件事 他說這個鬼 女士把他放在火裡 水裡要滅他 如果你可以做什麼 求你憐憫我們幫助他 如果你能夠做什麼 求你憐憫我們幫助我們 其實孩子的父親沒有什麼把握 究竟耶穌有沒有這個能力 有沒有這個權力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什麼 但是爸爸已經沒有任何其他方法了 什麼都試勻了 誰都請過都沒有辦法 耶穌是他最後的盼望 耶穌回答就說 你若能信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And Jesus said to him If you can believ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to him who believes 信原來不僅僅是進入天國的鑰匙 它更加是啟動天國能力的鑰匙 So faith is not just the key to enter into the heavenly kingdom but also the key to ignite the heavenly kingdom 我們一起留意耶穌和父親說的什麼說話 And just pay attention what did Jesus say to the Father 耶穌說你若能信 If you can believe 你若能信耶穌就是救主 If you can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Savior 你若能信耶穌就是要私人拯救的那一位 If you can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one who can give salvation 你若能信天國已經臨到了 If you can believe that the heavenly kingdom has come 你若能信天國有能力升過惡鬼 If you can believe that the heavenly kingdom has power to overcome the evil spirit 你若有這樣的信心 If you have such a faith 耶穌說你就凡事都能 Jesus said then you can do everything 意思就是你若能信天國有多大 天國就有多大 Which means that if you can believe how great the heavenly kingdom is Then so great is the heavenly kingdom 我記得在舞堂的時候張牧師經常提醒我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the minor church Pastor Joshua always reminded me Adeno,你要作信心的器皿 Saying that,Adeno, you must be a festival of faith 你要用信心 You must use your faith 不要為信心設限制 Do not set limit to faith 不過你可以放心 But be assured 無論你的信心有多大 神的國都會比祂更大 No matter how great is your faith The heavenly kingdom is greater 你可以發揮你的無限想像 但是神比你的無限想像更加的無限大 You can exercise all your imagination But God is greater than your imagination 在這裡耶穌又說你若能信再信 凡事都能這句說話一出 So as Jesus said Everything is possible to him who believes 第24節孩子的父親立時就哭著說 我信 And first 24 The father of the child cried out and said Yes, I believe 這裡古卷的聖經十字有加了一句說話就是 這個父親立時流著眼淚地跟耶穌說 我信 In some old manuscripts even added a phrase That the father was crying and said And said, I believe 但不夠兩秒鐘他就說 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我 After two seconds He said, help my unbelief 父親的第一個反應是相信 So the first response was Yes, I believe 但仔細想想,我真的信嗎 But after a second thought Oh, do I really believe 我真的沒有懷疑嗎 Do I really have no doubts Yes, Jesus is not really the Messiah Is Jesus really the Messiah He is not really the Messiah Can He really save my son Minds and Pharisees They couldn't do that And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They couldn't do that And His disciples couldn't do it They really can Can He really do it This thought appeared Do we have the same question 所以父親在這個相信當中 他發現他仍然有不足 So even though the father believed He realized his unbelief 他仍然有懷疑 That his faith was inadequate 但感恩的是 他做對了一件事 But he did one thing correctly 就是他真實地去面對自己的信心 去質問自己 質疑自己的信心 He faced his own faith honestly And questioned it 當他真實地發現 他有不足的地方的時候 When he realized the inadequacy 他就向耶穌呼求幫助 He cried out to Jesus for help 這個就是他做得最正確 最正確 最正確的一件事 And that was the right thing that he had done 那耶穌如何幫助這位爸爸的信心呢 And how did Jesus help this father's faith 耶穌就是直接把孩子 叫到他身前來 然後把惡鬼趕出去 And Jesus asked the child to come before him And then cast out the evil spirit 耶穌說你這個龍瓦的鬼 我吩咐你從他裡頭出去 再不要再盡去了 And Jesus said Your deaf and dumb spirit Go away and do not return 26、27字 鬼就哭叫死 孩子大大抽離 有一陣風就出來 孩子好像是死了 一半一字 以至一半的人 多半說 他是死了 但耶穌拉著他的手 扶起他來 他就站起來了 First 26、27 Then the spirit cried out Convelced him greatly And came out of him And he became as one dead So that many said he's dead But Jesus took him by the hand And lifted him up And he arose 其實這一段的記載非常精彩 So this recording is amazing 你可以想像 如果這件事件 是由荷里活的電影拍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最有型的時候 If you can imagine This is filmed by Hollywood This will be a very amazing moment 可能一部攝影機 要低角度的低慘 會拍到耶穌那裡 Maybe in a camera 會拍攝Jesus from a lower angle 然後耶穌就對著那個孩子 身上的鬼說 我吩咐你出去 不准再回來 And then Jesus commanded the evil spirit in the child to leave and never to return 耶穌只是說一句說話 那個鬼又哭叫 又讓孩子大大抽搐地 搞一大堆 然後就跑出去了 Jesus just said one word And the spirit cried out Convelced him greatly And then went out And remember the Pharisees and the scribes and the disciples couldn't handle this evil spirit But with one word Jesus cast him out So the heavenly kingdom power and authority is so great 門徒和法利塞人 民事搞了半天 什麼都搞不到出來 And the scribes and the disciples they spent half a day but they couldn't do anything 鬼依然安居 在這個孩子的裡面 The evil spirit was still in the child 但耶穌完美的一句的話 一個的吩咐 鬼就出去了 But just by one command Jesus and this evil spirit left 耶穌完美的示範出 你若能信 再信得人 凡事都能 這句說話 Jesus demonstrated perfectly that if you can believ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for those who believe 弟姐妹 在天國裡面 信心可以帶來 無限的可能 無限的能力 So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faith can bring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and power 你若能信 if you can believe 再信得人 凡事都能 Those who believ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那什麼是信呢 So what is faith? 我記得在2020年的時候 I remember in 2020 當年我們是 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每年都會去 以色列討告 At that time every year we went to Israel to pray 我就是負責幫牧師計劃 每一年在以色列 我們的討告行程 So I was in charge to help to plan our prayer walk 那裡有一個感動 要去訪問的 阿巴拉罕四個祭壇 And that year I was prompted to visit the four orders set up by Abraham 我將這個感動 告訴張牧師 So I shared that with Pastor Joshua 牧師聽到很興奮 And he was excited 他說對了 這個一定的出於神 He said this must be from God 牧師 我的感動就是 我們去回阿巴拉罕所建立的 四個祭壇那裡 再一次在上面 將自己獻上 讓這個祭壇 重新恢復靈裡的功能 And I told Pastor Joshua Let's go to Abraham's altar And then we offer to God And once again We claim the power of the altar 祭壇的功用就是 戴下神的同在 to restore the function to bring down God's presence 我們就是要恢復 這個遠古阿巴拉罕的四祭壇 讓神的同在 回到以色列 回到這個大地當中 So we want to restore the four orders of Abraham so that God's power and presence can come back to Israel and to the earth 牧師一聽到這個提議 他立刻熱血沸騰 And Pastor Joshua was excited Once he heard this suggestion 但是呢 跟著我就去準備資料了 And so I prepared for the information 要安排行程 A range for the itinerary 但我準備好了之後 就跟牧師說了 After I prepared for everything I told Pastor Joshua 牧師原來沒有我想像中 那麼簡單 It's not as simple as I believe I thought 我們有幾個問題 I have a few questions 第一 有兩個地方 今天是在這個 即是在以色列的境內 但是屬於阿拉巴拉的自治區 And actually There are two orders in the Arab area the territory 所以我們如果要進去這些區域的話 我們要坐防彈車 So if we want to go into the self-governed areas then we need to take the bulletproof bus 這個也是我這麼大的兒子 大的旅行團第一次坐防彈車進去的 And that was the first two group I brought which took a bulletproof bus 意思是你真是在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我聯絡完之後 我真的租到一個防彈的旅遊巴 So I actually was able to contact and rent a bulletproof bus 第一個難題解決 So the first problem was resolved 當然這個難題重要 就是究竟有沒有團員夠膽跟我們去呢 Of course Also we need some members who are dare to go with us And thank God a lot of people are not afraid to die in 611 And thank God a lot of people are not afraid to die in 611 那團都有五十幾個勇士 和我們一起坐防彈旅遊巴去的地方 So at that trip we had a 50 warriors who join us on this bus 除之以來還有就是 有沒有導遊和司機夠膽跟我們去呢 And also we need to find a tour guide and a bus driver to go with us 然後還有一個難題 And then another difficulty challenge 就是還有一個地方叫做伯特利 And there's a place called Bethel 我怎樣找資料都好 我沒有辦法確定 究竟當時雅各發夢的伯特利的正確地點在哪裡 And I couldn't find the exact place of Jacob 只能知道大概是一個位置 但是譬如好像很簡單 我告訴你原來那個地方是在旺角 但旺角是哪裡呢 Just like I tell you That place is in Mongkok But where exactly 所以我就跟牧師說 我們有這樣的困難 So I told Pastor Joshua about our difficulty 牧師跟我說什麼 And then what did he say 不要怕只要信 Don't be afraid just believe 我們憑信心出發 By faith let's march out 神一定會為我們預備 God will prepare for us 神一定會帶領我們 God will lead us for sure 我們就充滿信心 好有型地出發 So by great faith we just go forward 上到飛機上的時候 我仍然跟牧師說 其實不知道伯特利在哪裡 And I told Pastor Joshua When we were on the plane I actually don't know where's Bethany 牧師跟我說 他就說阿Dino 我們要有信心 不要怕 And Pastor Joshua said Don't be afraid Just have faith 牧師你當然不怕 但我下去的時候 司機就會問我去哪裡 但我不知道怎麼說 Of course you're not afraid But once we land I have to tell the driver Where exactly we're going But I don't know how to tell him 到那天 我們真的要去巴達利的時候 And on the day We had to go to Bethany 牧師就很放心 在巴士上睡著了 Pastor Joshua was relaxed And he fell asleep on the bus 我們的司機就不斷地問我 現在去哪裡了 現在去哪裡了 And the bus driver continued to ask me Oh where are we going Where are we going 五十幾個弟兄姐妹 看著我 And fifty plus brother and sister Look at me 我只能夠很專業地 很有信心表現出來 告訴他們 直走 I could only perform professionally Telling them Let's go straight 有路就走 Just go straight When there's a path 我心裡想 先走 In my heart was thinking Okay let's just move forward 終於我忍不住 我嗚醒牧師 牧師,現在我們真的不知道去哪裡了 And then finally I couldn't stand it I just had to wake up Pastor Joshua I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牧師就說 And then Pastor Joshua said Pastor Joshua先祈禱 Pray 好 I said sure And then after he prayed He said to me suddenly He said to me Look if there's a cloud on the sky Why should I look at the cloud I'm just going to faint I just going to faint 牧師就說 因為我祝告 我求神給我們一塊雲指示 我們應該要去的地方 Pastor Joshua said Because I prayed And asked God to guide us With a cloud 我確定牧師是一上車就睡了 因為我們九點鐘開車的時候 從九點鐘開始萬里無雲 And actually We started to drive on the bus At 9am But there was no clouds at all 但我信服 所以我新的頭出 去旅遊巴那裡望 But I submitted to him And so I looked out Hey 突然間真的有一個 巴掌那麼大的雲 在我們前面 And suddenly there was a cloud 我就跟牧師說 And just look at its shadow I told Pastor Joshua Yes, there's a cloud And just look at its shadow Whatever it is Let's go there 於是我們就去 I told the bus driver Whatever the shadow is Let's go there And then the bus driver Yes Sir And the bus driver said Yes Sir And then he just went And then he just went And he just went 他駕駛到車子 簡直是出了路外 沒有路地踏下去 像斜坡一樣 其實沒有駕駛的道路 所以他只是走到一旁 我問導遊 我們的司機這麼勇氣 是甚麼人 然後我問導遊 我們的車輛非常勇敢 導遊就跟我說 然後他說 你們這些團沒有司機願意做 沒有車輛想要你擔任這個工作 又要駕駛防彈巴士 又要去這麼危險的地方 只有他願意而已 只有這輛車輛 是願意駕駛這輛車輛 去到這麼危險的地方 他上個月 在以色列的海軍陸戰隊 退役轉航 駕駛旅遊巴士而已 其實他只是退役 從他的軍事工作 然後變成車輛車輛 你能否看見神 原來一切都有安排 所以你可以看到 神已經準備好了 但我告訴你 我們去到那個影的地方 一停下來的時候 旁邊看到一個很小的牌子 凍在那裡 然後我們到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然後有一個小鈔 氣爆來文 我不認識 我便馬上問導遊 導遊寫甚麼 我不知道 Hebrews 我問了兩位男人 甚麼是 導遊說 那個牌子寫著 雅閣發夢的地方 And he said Jacob's dream place 你知不知道我興奮到 我立即跟牌子說 Bingo 中啊 我們來了 So I was so excited I told Pastor Georgia We have arrived 原來這個考古店 是上個星期才發現 原來那個牌子更新鮮 滾熱的 這樣凍下去 所以連旅遊局都不知道 So actually The archaeologists has just found this place last week So this sign was new And even the tour guide company They do not know about it 鄧姊姊妹 你若能信 再信得人 凡事都能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you can't believ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those who believe This is天國的能力 And that's the power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This is天國的真實 That's the reality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And heavenly kingdom Is for those who have faith And there's nothing impossible For those who have faith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不單止這樣 耶穌更加要我們 在地上和他一同來作王 讓我們可以行使天國的權兵 And Jesus wants us To reign with him on earth So that we can exercise The heavenly kingdom power 那我們怎樣才可以 行使到天國的權兵呢 How can we exercise The heavenly kingdom authority 我們看第三個大點 天國連上者有權兵 Let's look at the third point Those who connect with God Have authority 我們一起看九章的二十八、二十九節 Let's read chapter 9 First 28 to 29 我們一起讀 耶穌盡了屋子 門徒就暗暗的問他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趕出他去呢 耶穌說非用禱告 有古卷在此 有禁食二治 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 門徒經理了耶穌帶下的天國的能力 So these disciples had experienced the power that Jesus brought down from heaven 但是他們心裡有一個大大的疑問 就是為什麼門徒沒有辦法 行使出這樣天國的權兵呢 But they had a question in their hearts How come the disciples themselves could not exercise such an authority 門徒不明白 明明是沒有多久之前 耶穌猜派門徒兩個兩個出去 醫病趕鬼傳天國的福音 The disciples didn't understand Jesus just sent them two by two out to heal the sick and cast out demons and share the gospel to have any kingdom 當時神職歧視充滿了門徒的當中 他們看到連鬼都服了他們 And they had experienced miracles They saw how the evil spirits submitted to them 之前都可以的 但今次不 work 今次趕不出他們的惡鬼 It had worked before but not this time 所以門徒心裡充滿疑惑 就問耶穌為什麼會這樣呢 So they were filled with doubts And they asked Jesus why is that 耶穌就回答他說 非用禍告 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 有古卷就不是加熱禁食 就是說非用禍食禍告 這一種的鬼總不能出來 So Jesus said to them This kind can come out by nothing but prayer and fasting 好了 問題就來了 The question is 耶穌給了一個答案出來 就是說這一類的鬼 如果沒有禍食祈禱的話 它是不會出來的 Jesus said that this kind can come out by nothing but prayer and fasting But actually we just read that Jesus took his disciples down from the hill He didn't have time to prepare his heart Or to fast and pray But with one word Jesus commanded and the evil spirit left Do you see this mystery? If I were one of the disciples I may ask Jesus Well you said that we must fast and pray But it seems that you have not fasted and prayed And by one word the evil spirit left Jesus Master seems that you have kept some secret from us Jesus所指的禍告所指的禍食到底是甚麼呢? So what does the fasting and prayer refer to? 禍食禍告的意義又是甚麼呢? What is the meaning of fasting and prayer? 我們剛剛才過完這40天的禍食禍告是嗎? We've just been through this 40 days of fasting and prayer 在這40天裡面如果你真心經歷過的 你就知道原來禍告的真正的意義在於對上神 And actually the real meaning of fasting and prayer is to align with God and connect with Him 禍食就是要將我們連食物這件事情都放在一邊 專心地來尋求神與神連結 So fasting is actually laying down food Even and then to connect with God 原來我們看起來好像很了解禍告 亦都常常禍告 但其實我們不是真真正正知道甚麼叫禍告 We may pray alone But actually we may not really know what is prayer 今天我們在聖經裡面看一兩個例子 So let's look at two examples from the Bible today 譬如在馬達福音裡面記載 耶穌面對十字架的時候他就討告叫這個苦杯離開 但最後耶穌說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When Jesus faced the cross He said Oh my Father if it is possible let this cup pass from me Nevertheless not as I will but as you will 討告就是要讓自己有能力按照天父的旨意而行事 So prayer is to ask that we can have the power to follow God's will 討告是求天父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們的心意成就 Prayer is to ask for the will of the heavenly Father to be done and not our own will 討告是讓我們去就近神而不是將神騎劫來跟我們 Prayer is to help us to draw close to God and not to threaten God to come follow up 力代之下神教導他的百姓討告的時候神將他的聖殿設立的時候神怎麼說 In the second Chronicles when God had just set up his temple what did he say? He said If my people who are called by my name will humble themselves and pray and seek my face and turn from their wicked ways Then I will hear from heaven and I will forgive this sin and heal this land 萬君之遙華教導他的百姓 如果我們的討告是謙卑的 我們討告的目的是尋求神的臉的 The Lord of hosts taught us that if we humble ourselves and seek the face of God 如果我們的討告是灰改我們的惡行改變自己的生命更加合乎神的心意的 If our prayer is to change ourselves so that we can follow God's will 神話我必在天上誰聽 God said I will surely hear from heaven 原來討告不是將我們所想要的東西想要的清單塞在神的手裡面以後跟神說你要照做 So prayer is not giving a list to God and ask him that you must do this Tout告是跟神建立一個親近的關係 Prayer is to build up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od 在這個關係裡面跟神互動 在這個互動當中跟神彼此心意相通彼此了解 And with prayer we build up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hen we can feel the same way as God Tout告是建立關係 So prayer is building up relationship 關係確立我們的身份就確立 When we have the relationship our identity is confirmed 關係確立我們就成為神的子民 神的兒子、君尊的祭司 We become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also the priests of the kingdom 我們在天國裡面的身份就名正言順地確立出來 Then our identity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is affirmed 只要在這樣的情況、在這樣的身份之下 我們就可以行使天國賦予給我們的權定 And then with such an identity We can exercise the authority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等於如果你是我家的人 你就可以吩咐我的傭人 Just like if you are my family Then you can command my helper to work 你在我家裡的身份確立 我的小狗就不會廢你 If you belong to my family Then my dog will not bark at you 牠會歡迎你 It won't welcome you 雖然我那隻猛猛的賊進來 牠都會歡迎的 Even though my dog just even welcomes thieves So this is the authority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讓我將這句耶穌的說話重新翻譯 So let me translate Jesus' word again 其實耶穌是這麼說的 Jesus is actually saying This kind of evil spirits This kind of power ministry If we don't pray and have a deep connection with God If we don't have a deep connection with God If we don't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n we would not have this authority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Then you cannot cast out demons 所以耶穌讓我們看見 耶穌的服事是不費力的服事 We can see that Jesus' ministry is effortless 祂只需要一句的吩咐 這麼簡單的惡鬼就出去了 He just commanded with one word And the evil spirit left 原因是一位聖靈與耶穌同在 聖靈在耶穌的裡面 The reason is that Holy Spirit was with Him 耶穌整個生命和父神紧紧的相連 His life was so close to Father God 如果今天我們可以和天父 這樣緊緊相連的話 If we can be closely connected without having any Father today 你便會發現原來你是沒有事做不到的 You realize that there's nothing you cannot do 而且你所做的事情會非常地輕省 And you can do everything in a relaxed way 事情越大就越輕省 The greater the thing, the more relaxed you can be 我現在就明白 為什麼張牧師臨出發的時候 我跟他說的時候 他一點都不怕 So I understand why Pastor Joshua was not afraid when we had to depart 在旅遊包拿著 不知道去哪裡的時候 他也睡得著 When the tour bus was driving to nowhere And then he could still sleep 他好像完全不背重膽一樣 It's like he was not carrying any burden 弟姐妹,我們今天有沒有這樣的信心 Do we have such a fa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們今天跟神有沒有這麼好的關係在裡面呢? Do we have such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God today? 其實新裔都有這一份很特別的恩寵 New Crop also have this special favor 我們澳門的好朋友石漢牧師經常都問我們 你倆個仲健在嗎? Our good friend, Sian from Macau always asks us Oh, the two of you are still well? 大家所坐在的這個地方 Where are you sitting? 究竟我們怎麼找回來的呢? How did we find it? 其實我們是不費吹灰之力 我們發現華傑的地方不夠用 We actually didn't spend much effort We just realized that the war kit was not big enough 我們又沒有專誠勞苦 又沒有專誠什麼東西 只是有一天在四月早上走過 不如打這個電話問一下吧 聖靈有一個感動 We didn't labor just one day after having breakfast We said, how about we call this number The Holy Spirit prompted 我們都很好笑的 這個地方看過一次就租了 We just had a look once And then we rented it 然後這個地方看一眼就拍板 就租了下來就成就今天了 And we made a decision like this And now it is here 聖靈姐妹,我們華傑那邊 很快就租約就到了 But it's just the rental contract is up Very soon and walk it 9月底,我們租約就滿了 But the end of September 有些人就開始… 我們是不是要開始找地方呢? So it's like we have to start looking for a place 找地方,你說難不難? 說容易不容易? You can say it's easy or difficult to find a new venue 但是聖靈姐妹,如果當神帶領著我們的時候 原來我們是可以很輕盛、很輕盛、很輕盛的 When God leads us, we can be really relaxed 又是有一天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想看看附近,那就看看吧 Just one day of the blue, we just wanted to have a look in the venues nearby 看看我們就發現藍島對面有一個地方很適合我們 And we just find a place opposite, none doubt that seems suitable to us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發口癢,說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買呢? And then we just were talking, would that be possible to buy it? 於是乎 And then 我們就討告 We prayed 我和神開出了兩個條件 I ask God for two conditions 這件事就發生在我們四十日禁食當中 And this happened during our 40 days of fasting 兩個條件 Two conditions 我說神第一 As a firstly 舞堂的張牧師師母很興奮地開綠燈 Pastor Joshua and Simo will give us a green light, excitedly 當然我心目中,這個是沒有什麼難度的 And I think this is not so difficult 第二個 And second condition 我和神說,神,你給我一百萬 I ask God, give me one million 我不會跟任何弟兄姊妹說,我們正在看地方想買 I will not tell anyone that we're looking for a new venue and want to buy one 但就在神之鬼博國的情況之下 我們突然之間收到一百萬 一筆過的一百萬的話 那就是第二個人證 And I thought if we can just receive one million Then that would be the second confirmation 你猜猜有多新 我們是上個星期四還是星期五 So last week, Thursday or Friday 星期四,是嗎? 對,星期四 星期四我跟那個地方的業主通了電話 I talk with the landlord 因為星期一的時候 牧師師父跟我們通電話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說起 我們想買地方 然後牧師師母就說 好,當然去吧 So on Monday, I had a phone call with Pastor Josh and Simo And we mentioned about wanting to buy a new venue And they said, yeah, sure So the first confirmation came on Monday So the first confirmation came on Monday We didn't continue to talk about the property but about our faith 因為對方原來都是一個弟兄 Because he's also a brother 又是從温哥華回來 他來回到華爾河 剛好只有這麼短 我們倆就聊得很好 So we had a good chat 聊完之後就告訴我們 我們想買這個地方 And then after that We told him that we want to buy this place 我只是說我們想買 有興趣買 I just said we're interested to buy this 對方就跟我說 And he said 你們的教會 Your church 如果你想買這個地方 If you want to buy this place 我便宜一百萬 I let you have one million less 一元不多,一元不少 他一百萬就出現了 Not just one dollar More or less Just this one million appeared 我想這個地球上 只有我們港價是這麼有因高的 I think that only us are so annoyed With negotiation 即是甚麼都不用說 他一口價就便宜一百萬給我們 I didn't say anything Just suddenly offered to give us one million less Just suddenly offered to give us one million less And 10 minutes before our service started The other業主說 他已經開始聯絡了 下個星期 他們的代表律師會找我們 來開始搞手續 我們就向我們第一個購買的地方進軍了 And Lennox說 He is sending his lawyer to prepare for us So next week we can continue with it Next week we can continue with it So heavenly kingdom is full of 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 kingdom we can continue with it When we follow God and buying a property It's just like buying a vegetable 你知道牧師後知後覺 講完價錢後才去讀計數機 And actually after talking about the price Then I started to look at the calculator 明星期會今時今日香港赤價 如果是八千多元 你覺得如何呢 What do you think if the price is 8000 per square feet And I突然發現原來買的地方 更便宜於買一個住宅的單位 And I realized it's even cheaper than In a residential apartment 鄧姊妹 我們的神是大有能力的 So God is greatly powerful 鄧姊妹 天國已經臨到我們的當中 The heavenly kingdom has come to us 當我們進入天國 跟隨耶穌向前走的時候 所有的東西都是如此簡單 如此順利 如此的興盛 When we follow Jesus And walk in the kingdom Everything is smooth and easy 只要問題是我們是不是與神連結上 The question is are we connected with God 鄧姊妹 好不好我們一同來敬拜 我們一起在敬拜裡面 跟我們的神來連結 So let's worship again to connect with our Lord 等待你靠住生命在神的國度裡 殊聖的子民 不分一眼在你面前將榮耀回憶 願你國度降臨在這裡 同性高屬 同心高聚 祝你屬於生命 願你勝利 藏現在這裡 實行神經 一致能力 我們屬於 全地的同在你 祝你屬於生命 兄弟、姊妹 有天國 有天國 再大的問題也有出路 問題也很大,有道路 有天國,有平安 有天國,有能力 有天國,有能力 問題是當我們要跟耶穌連結上 我們才可以進入天國 得著天國,領受天國 我們必須跟耶穌 所以我們可以領受天國 今天你跟我的耶穌 練上了沒有? 無論在現場的、在家裡的朋友 如果你還未曾接受耶穌 將耶穌放在心裡 未曾跟耶穌聯想 未曾跟天國聯想 我在這裡向你發出一個邀請 來相信耶穌 將耶穌摺在心裡 讓我們憑著這樣的信心 進入天國當中 你也可以進入天國的能力 你也可以經歷天國的能力 你也可以經歷天國的能力 好像阿賢一樣 他升過他生命當中一切的恐懼 他人生充滿盼望 充滿能力 耶穌也要同樣幫助你 然後耶穌可以幫助你 讓天國進入你的生命當中 讓天國進入你的生命 想問有否這樣的朋友 你還未曾相信耶穌 但今天你願意作出這個決定 你願意在這個時候 接受耶穌、相信耶穌 你願意在這個時候 你願意接受耶穌 相信耶穌 我邀請你去把你的手舉起來 我要為你祈禱 讓耶穌成為你的幫助 讓耶穌成為你的幫助 在家裡看著我們直播的朋友 那些看著我們在網上 如果你還未曾相信耶穌 要請你現在跟著我一句一句的討告 通過這句討告 將耶穌接到心裡 請你跟著我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你對我的生命說話 我向你承認 我是一個罪人 但是主耶穌 我今天願意相信你 今天我願意相信你 接受你 成為我的主 也成為我的救主 求主幫助我 讓我經歷天國的能力 將你的平安賞賜給我 給我祈禱 聽我的祈禱 聽我的祈禱 奉耶穌基督的命 在耶穌基督的命 在耶穌基督的命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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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謝謝神 今天牧師 將一個很大的真理讓我們知道 今天教授和我們 當世界震動的時候 然後… 在道理中 覺得震動就會倒下 對嗎?地震就會有扭乱 像地震會有地震 但天國的真理是什麼 天國的真理 越震會越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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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就在於 在我們裡面 天國夠不夠穩 最重要的是 如果天國的真理 夠穩 如果我們裡面 對神的信心 天國是穩的 原來震動來到 我們只會越暫立得穩 Amen 如果我們的信心很強 當震動時 我們可以繼續站穩 就像阿賢一樣 越震越穩 就像阿賢一樣 就像Joseph 越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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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震動 就越震動 我們竟然是買物業 而且新種 現在有震動 但我們可以買房子 大家如果你有印象 其實我們搬來南島的時候 是上一波震動 我們就搬到南島 其實當我們移動 我們會感到最後一波震動 看到嗎 這個是天國的真理 可以看到 天國的真理 只要天國夠穩 當天國是穩 天國是穩定的 天國是穩定的 天國是穩定的嗎 這句經文是否在我們裡面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是這句經文 在我們裡面 如果你們可以相信 就能夠相信 那些人相信 好嗎? 弟兄姊姊姊姊 我們今天一起來 為我們自己的信 來祈禱 所以我們現在 在這個震動裡 我們是越震越穩 還是我們信心軟弱 但是神跟我們說 不要緊 我們可以呼求 神說 不要緊 我們可以向祂 我們好像父親 那個父親 又說我信 但我信 不足求助幫助 神,我相信你 但在我裡面的天國避震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但在我裡面的天國避震 我相信你 靠主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我們慶姊姊姊姊 我們一起進入靈裡 我們用禱告和神聯想 所以我們進入靈中 和我的禱告 我們跟祈禱說 主 我們向神 我信心不足 幫助我的信心 就是我求你幫助我 幫助我 幫助我 經過我的信心 強化我的信心 只要我和你聯想 我願意跟祈禱 我就可以得著 不能震讀的靈 我可以享受這個不震動的祈禱 我若能信 如果我能信 最信的人 凡事都能 都能 一個人要進入我們裡面 我們一起開聲 來為自己祈禱 大聲地進入靈內 大聲地進入靈的內裡 同神聯想 我們的靈 神聖上 神聖上 你來便提醒 信心 神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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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呼求 神聖上 我們一起呼求 神聖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听到圣灵跟我们说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有些特庆姊妹 自己这刻的信心是软弱的 我们现在有弱信心 还要开声祷告求信心 我们在求信心 但我们一直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无力 但我们在祈祷感到弱 但我听到神说 今天我要充满你 我要把新鲜的信心 放在你的里面 新鲜的力量进入你的里面 你愿意得着这份力量吗 如果我们当中有特庆姊妹 自己知道 我很需要圣灵充电 在这个疫情里 我的信心已经震动得没有了 我很需要圣灵充电 我没有呼召你可以来台前 我们要为你祷告 要你重新得罪一份力量 所以你能够有这份力量 今天就能够有这份力量 让人已经枯干 让人已经枯干 让人已经无力 再一次进入你的里面 来 敌晴姊妹 如果圣灵这一刻正感动你 你很想得着的 我鼓励你来台前 来 来台前 我们要为你祷告 祝你 重新得着这份力量 重新得着 是,乞无就要得着 是,我鼓励你可以来台前 所以我叫你 这一刻就来台前 现在来 被圣灵充满 神今天就要把力量 加在你的当中 神来台前 好吗 我想请到我们的族长 我们的同工可以来台前 我要为我们的大兄姊妹祷告 为他们祷告 求神的力量进入他们的里面 祝福神的力量进入他们的里面 祝福神的力量进入他们的里面 来到我们的当中 可否我们看后面的大兄姊妹 我们自己都进入祷告的里面 我们自己先跟神练上 我们先祝福神的力量 我们一起进入祷告的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一起进入祷告的质中 现在迴满 我们一起进入祷告的当中 可是我们是从中开的 祝福神的力量 但是神的力量进入 建议入照扛的是,我们完全达到 我们在mor 저녁若生 AWS 你也有 stomach来的 大家就能微占到自己的 我们随着 我們的往生打扛的 我们月经的至少 我们想三天 那么多 得那么 waiter 媽媽的感覺 神,我們很需要和你現場 我們需要跟你們聯絡 讓我們見到天國 讓我們見到天國… 讓我們見到天國 讓我們一切舉起手來領受祝福 讓我們掌握手來領受祝福 我奉耶穌基督名 祝福我們所有的弟兄姊妹 在耶穌基督名,祝福我們弟兄姊妹 我奉耶穌基督名 祝福你們,因為天國是你們的 耶穌基督名,祝福你 因為祂的祂屬於你 耶穌已經為我們成就 在祂的救恩當中 耶穌基督名為我們 用信心領受 所以我們在信心 天國的能力要進入你的裡面 一切的苦毒、一切的恐懼要離開 一切不屬神的權勢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 吩咐你立即的出去 天國的真實 所以你能感受到天國的真實 主,我們感謝你 神,我們感謝你 聽我們的禱告 聽我們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在耶穌基督名 Amen 感謝我們的崇拜 今天就到這裡 願主祝福大家 謝謝 星芥611靈略堂 You are now watching NewCrop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如果你感動,用奉獻支持我們教會 If you want to support our church through offering 歡迎你將奉獻直接傳入中國銀行戶口 Please send your offering directly to our Bank of China account 支票抬頭是新裔611寧良堂有限公司 The Beneficient name for the check is NewCrop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Limited 請你將收據E-mail到以下的電郵信箱 Please send your receipt to the following email address 如果你想更認識耶穌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Jesus more 或者有需要我們為你代討的話 Or if you want us to pray for you 歡迎用E-mail或者電話聯絡我們 Welcome you to contact us through email or telephone 祝福你 Bles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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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